今天2月26日我想分享的是 為什麼會這樣? 中英文的題目原來有點不同 不過做出來是一樣的 我用英文的題目做 竟然這麼多年來都發現不到 去到2019年才看到 經歷了15、16、17、18 沒有人跟我說中英文是不同的 不過答案是 consistent 他說PA要perpendicular to PB 我們正常沒有背任何軌跡 你當然不知道是angle in semi-circle 你當然不知道是半圓周上圓周角 這條片就是跟你說 如果你是沒有幾何印象 我們Locus的話是怎樣去做的 沒有,拿回PXY 這個垂直,只能成為-1 只是會這樣,不過有些同學都會適用筆試定理 說PA二次加PB二次 等於AB二次 其實OK的,都做到的 不過是做到偶的意思 對,A的邪律 PXY 那它跟A的邪律呢 就是Y代表雙減 Y減0 除回X減3 然後呢 Y減4 除回X減0 等於-1 將分母乘去右邊 Y減0 Y減4 分母乘去右邊 那就是- X減3 X減0 再將這串垃圾 調到左邊加 X減3乘X 加Y乘Y減4 等於0 沒錯 那就X二次 加Y二次 減3X 減4Y等於0 Circle 其實Circle Circle 就是-3 和4 對 Circle 為甚麼Circle 是這樣呢? 因為題目是PA Perpendicular to PB 對 所以有時候呢 真的會的 因為 我沒有其他人那麼聰明 抄出版寫題目 所以就搞到自己的題目 是有少少的甩漏 但甩漏是會 不影響你做題目 因為中英文版 你也是會選Circle 但這裏我寫Circle 與Circle 是多少呢? 那就糟了 有機會呢 我AB 中英文版 答案都是3 和4 沒錯 為甚麼它會是一個圓形呢? AB放在這裏 P 就老虎蟹都要跟它 直直 即是半圓周 順圓周 有些同學會問 其實P 是否不能去到A和B 對的 因為如果P在A的話 就變成0 一條沒有不存在的邊 那它怎樣跟PB 講的關係呢? 它只有一點 如果P是由A 所以這個Circle 的Locos 它的軌跡應該是 除了A和B 應該是 排除A和B 突然間沒有了中文字 對了 那你發覺半圓周上圓周角 就是guarantine 你只要在圓周上面走 你就一定可以走到90度 就是這樣 那明天再會了 拜拜